接着上集说 他们利用小朋友的心软 再一次欺骗了他 这时候我根本没空理他 因为小朋友已经倒了太多次了 我还是义无反顾想着先救小朋友 万万没想到他们俩又来这一套 又是堵着门不让我记 让开 大姚我真搞不懂 他就是一个陌生人 你有必要这么保护他吗 真是胳膊肘往外拐 我完全不想理他们 还好这时候有车来了 爸爸来车了赶紧走 小菜鸡算你走运 姐姐你走吧 别管我了 别说了 我就你起来你先打药 这个人我来打 姐姐对不起 没事啊你就是太心软了 行了你就各着待着吧 剩下的交给我 嗯知道了姐姐 接着我去搜物资 疯狂减手了 像这种队友我想我不用忍让 宝宝 他拿了一炸我 你不是喜欢玩吗 我陪你玩呀 老公快救我 大姚我们不去欺负他了 你去放过我宝贝吧 你觉得我还会信你们吗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丢我我绝对举报你 那你就乖乖别动 被我炸死你好举报我 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 别丢了 爸爸你快和他说呀 我都不说真的是太过瘾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别丢了 这时候小朋友说话 算了姐姐别炸他了 我没事 不行我不会再让你受欺负了